凶偶积累而面如平胡者,可败上将军,这说明控制情情绪的重要性,说明一个人沉稳冷静,遇时不慌冷才能理性分析,才能大概率不犯错,做出最佳判断和决策, 才能进而取得胜仗,用兵作战,就是诡诈术,因此,有能力而装作没有能力,实际上要攻打而装作不攻打,欲攻打近处却装作攻打远处,攻打远处却装作攻打近处,对方贪力就用利益诱惑他,对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,对方强大就要防备他,对方暴躁一怒就可以撩拨他诺而失去理智, 对方自卑,而谨慎就是他骄傲自大,对方体力充沛就是其劳累,对方内部亲密团结就挑拨离间,要攻打对方没有防备的地方,在对方没有无料到的时机发动进攻,这些都是军事加克敌制胜的诀窍,因此一个将领的情绪控制力比较差就很容易冲动,被情绪所左右, 这样的将军很容易踪敌方的进策,胸有积累而面如贫苦者,可扮上将军的一思维,心有大志但在表面却很平常看不出来的人,可以封高级军官,类似于泰山崩于前,而色不变,在兵法上,亦可理解为察觉接受到一些特殊消息的时候,不动声色,不随意表露的人,并不会因一些意外之事, 从而降低士兵士气的人,才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将领,我们通常会评价一个人情伤高或低,其实,所谓情伤,就是指一个人自我情绪控制的能力,虽然我们控制的是自己的情绪,但受牵扯的,往往还有身边的人,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情绪,不但会让自己焦躁不安, 而且也会打扰到身边人,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小到日常生活的点滴,大到生命财产安全,都会因此而受益,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,说起来是一件小事,但是做起来,却不那么简单,也正是因为很难,所以,当你做到的时候,你就赢了大半个人生, 所以孙子兵法中有凶有积累,而面如贫护者,可拜上将军,一个人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就如同拿到了掌控人生的神器,如何提高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力呢? 学会分析事情的本质,有的人遇到不高兴事情容易发怒或忧伤,往往是源于对不高兴事情的本质缺乏分析,如对上司对自己提出的批评意见,经过分析该意见是客观的, 出发点是善意的,是有利于帮助自己的,基于这种判断,就应到有文国则起的态度,而不是将发怒,愤恨灯情绪向对方发泄,由此可见,学会分析事情的本质,能有利于我们提高情绪控制呢?